原山西太原企業家、維權人士田敏 曾被非法關押在山西省陽權第一監獄 期間 他觀察到監獄特意購置X光透視設備 一年為犯人提檢兩次 部分犯人在提檢後被轉移至其他監獄 犯人轉移監獄這個事情是很少的 原來幾乎就不發生 因為你要是重刑犯 法院判決以後 就直接把你放到重刑犯裡面去了 不會把你放到關輕刑犯的監獄去了 田敏說 在2009至2010年服刑期間 一位被關押在重刑區 來自湖南農村的王姓法輪功學員 在提檢後當晚被轉出監獄 當時他聽到獄警說 這名法輪功學員的器官已被活摘 給鬧走了 鬧走了 上面領導使用了 他說 那個說要這麼快 我們不隔一段時間 再好好癢癢 他就說 那個什麼 還不需要多年輕生強的一種小夥子 有沒有什麼毛病 他說這個這麼說 他透露 警察也經常談論 山西齊縣監獄的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惡 到後來 活摘罪行也針對其他囚犯規模化了 檢查完身體以後 也就是幾個幾個 同時就拉走了 後來就是武警的車來拉他們的 武裝警察的車來拉他們的 武裝警察在每個省都有個武裝警察的醫院 山西那個武裝警察的醫院叫109醫院 據他觀察 法輪功學員都很善良 並非如中共宣傳的那樣 他因此下定決心出獄後一定要脫離中共 到自由世界去控告監獄的暴行 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已於2月28日通過 《2023年制止活摘器官法案》 接下來 眾議院全體議員 將就該法案進行討論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李龍採訪報導